两年多前与台湾断交的非洲国家甘比亚 17号宣布与中国大陆互交 正在出访中南美洲友邦的马英九总统 对此仍然表达强烈不满 两年前11月14号 临组织了国外交关系 在这个事发生前 我们掌握了一些事情 但是此时此刻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仍然认为机会不大 我们要表示强烈的不满 为引擎外交部跟部委队 分别就政治理想 将去对外的说明 我们也对于甘比亚这样的一个做法 也深表遗憾 我们认为我们过去跟甘比亚 非常有成绩合作的关系 而且两年四个月之前 甘比亚跟我们公共外交关系之后 我们跟甘比亚目前并没有任何的合作计划 也没有任何正式的来往 台湾520即将政权轮替 大陆与甘比亚在这个时间点互交引起外界一测实际敏感 对此外交部长林永乐表示 过去甘比亚和大陆的联系 政府都有注意到 目前我国和22个邦交国的关系 还是非常稳固 目前甘比亚并不是我们的邦交国 对于所有的邦交国 我们都有大使馆 我们都有相关的同仁 那我们也会持续地跟他们各界都保持联络 包括他们的高层 那我们认为目前来看 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迹象 对于大陆与甘比亚复交 目前正在贝里斯访问的马总统 行程并未受到影响 但在心情上 马总统不会言确实会受到一定影响 因为我们一向推广 或者'